第39題 四支相同材質的十星銅棒 截面分別為正三角形及正方形 銅棒各邊的邊長如附圖所示 已知正三角形的面積小於正方形的面積 若分別將這四支遵守歐姆定律的銅棒前後兩端接通電流 則下列各棒所測得的電阻值何則正確 這要考我們的是 同樣材質的時候 電阻會跟長度成正比會跟面積成反比 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 甲跟乙的長度一樣但是乙的面積比較大 所以甲的電阻值會比乙來的大 那麼乙跟丙呢 他們兩個的面積是一樣但是呢乙的長度呢 丙的長度呢比較短 所以呢乙的電阻比較大所以乙會大於丙 那麼丙跟丁來比的話我們就看到 這個 長度是一樣可是丁的面積比較小所以丁的 電阻值是比丙來大的 然後我們又把丁去跟甲來比看到的話 他們的面積是一樣 可是呢長度甲比較長所以呢甲會大於丁 因此我們這樣看出來的結果 我們會發現 我們的丙的電阻值是最小的 甲的電阻值是最大的 雖然我們目前 沒有在不計算的情況下看不出來乙跟丁是誰大 但是我確知甲是最大丁是最小 所以呢 第39題問我們說 下列各棒測的電阻值 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 A 甲棒的電阻最大 丁棒的電阻最小 用的是跟 長度成正比跟面積成反比的觀念去解決的 戰術